昨晚睡到半夜我被吵醒了 朦朦胧胧 我看见摄友的床上有两个人在聊天 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凌晨三点了 心里骂了几句又继续睡觉了 然而第二天我起床却发现那个床铺已经空了 我问其他室友 大壮去了的 他的床铺怎么空呢 其中一个叫坤坤的摄友正在打篮球 没有理会我 另一个叫狗蛋的摄友正在拉巴巴 听到我说大壮他直接加断了 什么打壮你还没水星吧 我一脸问号 打壮啊酒水这个床 咱们住在一起的打壮啊 昏昏忍不住对我 大壮你在谨慎病了吗 说啥话呢 这时狗蛋拉完屎出来了 我连忙拉住他 狗蛋你说这个床上是不是打壮 平时你来玩的最好的 昨天半夜三点里的不是还聊天的 什么打壮啊 我昨天拔天酒水饺了没有料天啊 而且整个床一致没认读啊 我真是无语了 你来验我的 我手机里还有咱们亲自的火灶的 你们干不干打斗 要是要打壮这个人 你们请我吃一个月的食堂 昏昏还想对我被狗蛋打断了 昏昏你让他招 我拿出手机信心满满 但又立即傻眼了 原本是我们四个人的合照 居然变成了三个人 只有我昏昏和狗蛋 大壮仿佛在所有人的记忆里消失了一样 上课的时候 我又专门问了问其他同学 结果也是不知道大壮这个人 我这才意识到可能不是室友跟我开玩笑 可如果是我记忆出了问题 为什么清楚的记得 我们运动会的时候 大壮身体若中暑了 我在医院悉心照料他 或许真的是我精神出了问题吧 回到寝室昏昏 估计是想到早上发生的事 也不主动跟我说话 狗蛋倒是比较和善 主动跟我示好 大船 你别想太多 是不是你单身太久出现幻觉了 我回他了一个微笑 昏昏却很不满意 狗蛋你也太省了吧 面前是大船装身弄鬼的吓唬我们 你就打字他干啥 然后白了我一眼就去洗澡了 直到晚上十一点宿舍熄灯 我们都没再说话 我又看了看 大壮的床铺连褥子都没有 难道真是我傻了吗 迷迷糊糊的 我又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再次被聊天声吵醒 我看了看是狗蛋的床铺 跟他说笑的居然是个女生 长头发看不清楚脸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人绝对不是我们宿舍的 而且他就是半夜和大壮聊天的人 如果我不帮助狗蛋的话 会不会明天早上天一亮 就像大壮一样 从所有人的记忆里消失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开关 打开电灯 就在开灯的一瞬间 我猛了 对面那个跟狗蛋聊天的人 居然消失了 好 好